2月25日,有媒体报道三亚非法低价游的问题,三亚市委市政府于当日召开会议,部署联合整治行动。 目前,相关部门已控制7名散发非法旅游传单人员,两家传游公司被责令停业整顿。 据了解,2月25日早上,三亚市旅游警察、旅游致监局等相关部门迅速展开联合行动, 执法人员在海岳广场,现场控制7名散发低价游传单人员。 同时,针对报道中提到的夜游塞亚湾旅游项目的乱象,是交通部门立即约谈相关企业, 要求涉嫌组织不文明演出的塞亚浩阳大船服务有限公司和塞亚巡洋游艇服务有限公司立即停业整顿。 同时,要求所有夜游塞亚湾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不得进行升仓收费,船票一票通。 夜游企业在船上组织抽奖活动,必须使客人自愿抽奖,不得强迫消费等。 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海口市旅行社协会副秘书长孙向涛表示,在海南,任何不合理计驾游以及旅游市场乱象对海南旅游行业整体形象影响很大。 不合理计驾游多存在于街边小广告,广大游客参团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正规的门市,切勿相信街边小船单。 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呼吁并制定一些相关的行业公约或者行业自律方面的一些的规章的要求。 我们也呼吁我们游客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正规的门市,切勿相信街边的一些小广告。 那么这个同时,我们作为旅行社的行业也呼吁广大旅行社,一起携手,一起抵制不合理计驾的行为。 如何判断旅行社正规与否?游客怎样才能保障自身的权益?孙向涛给出两点建议。 第一个的话就是要考虑到你这个产品的内容跟价格的性价比,它是不是这种平等的。 那么第二个呢,那我们在街边接到这种小广告的时候,我建议游客要不要打电话用微信上报名,直接要找到这个旅行社的所在地,在哪里,去他当地的办公营业堂所去交费用,并且要签这个旅游合同。 不论是一流,两日,两日,三日,有旅游合同是必要的,那么你交完钱之后,正规的旅行社都会给你开出相应的收据或者发票。 所以说你要把这些手续全部都履行全了,那么你游客的权益在而然就会得到保障。